说到奔驰AMG-163S,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他那狂暴的动力,603匹的马力直接完胜同级对手,就连宝马M5都要俯首称臣。 不过,奔驰的御用改装厂巴伯斯似乎对奔驰AMG-163S的性能还不太满意,于是下手改造并推出了这款猛兽级的巴伯斯AMG-163S。 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它比原厂更加的激进,前后加入了夸张的包围,专属的运动套件使空气动力性能发挥的更完善。 底盘悬架系统通过了巴伯斯的重新调校,并降低了车身高度,优雅修长的车身整体看起来运动感十足。 动力方面,其中巴伯斯900在原来的AMG-163S的4.0T V8发动机的基础上,升级了性能更为强大的双涡轮,并将排量扩大到了4.5升。 经过重新调校后,将原厂603匹马力和850牛米的输出表现,一下子飙升到了900匹马力和1250牛米的炸裂水平。 这也使得它原本3.4秒的百公里加速,提升到了2.8秒。 如此强悍的加速表现,相信要秒掉大部分的超跑应该不是问题。 目前在售的巴伯斯巨集,售价1200万。 而新款的巴伯斯900系列售价预计也在千万级以上。 如果是你,超千万的价格,你会选择法拉利或兰博基尼等超跑,还是选择像这样的一台巴伯斯奔驰AMG-163S呢?